那11月23号呢 台湾地区的金马奖颁奖奖典礼就要举行了 相当的期待 那说好的历届的影帝影后们到底会不会来呢 这个还没有揭晓 但是主持群呢已经亮相了 之前因为过度疲劳而导致脸歪了的蔡康永老师 不仅脸好了要主持了 还要身兼评审的工作 50岁的生日聚会当然要特别一点 在张曼玉亲自拍摄了金马50的宣传片后 历年的影域影后们也齐齐录制VCR为金马出售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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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50年快乐 生日快乐 祝福你 手笔南山高 The city's a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而主持群的亮相也好 不逊色 主持星光大道的黄紫焦杨千佩 以电影一代宗师的装扮登场 大家好 我是 王超为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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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奖礼主持人蔡康永的脸部状况也已经基本恢复 精神状态也相当不错 现场还忍不住自我调侃 大家一起帮我祝福之下 已经恢复了 那我也很高兴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有足够的程度 被恢复以免在金马奖前一天才发生的好够 戴面具上场了 虽然不会戴面具出场 但是一向造型出位的他这次也不甘忍后 直接把自己过去七次主持金马奖的造型印在了外套上 这次我设计这件袍子是希望把我过去七次主持金马奖的这个画面 把它放在我的袍子上面 担任表演嘉宾的蔡康永在服装上拼不过蔡康永 就在话筒上下足了功夫 一共决定了五首歌 其实真的唱十五首歌都不够 但是呢大台不必唱多五首就还要 就算口才再好 一个人独挑主持大量 还是让蔡康永感觉有点寂寞了 于是他打起了蔡康的主意 当金马奖 推荐蔡康当主持人 我真的想过这件事情 然后后来呢 我就想说他的歌唱事业这么繁忙的情况之下 可是因为我以前看过蔡康主持电视节目 我觉得他是非常棒的主持人 虽然蔡康永盛情相约 但是无奈蔡康实在太忙 双菜何必估计真的是无望了 怎么这么巧 他们其实其实也 他们请我唱歌我答应了 然后有开玩笑的说 有没有可能主持 我说真的没有办法 不过有了黄紫娇和蔡康永 已经相当热闹了 再加上届时群星大聚会的场面 今年的金马奖实在让人期待 娱乐新天地 金马奖生日快乐报道